哈喽,欢迎大家回到Happy Coding下班后读书会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Kate 目前我们在每周24的晚上8点都会举办读书会 在这个节目里会邀约分享者 上节目分享有关于工程思维相关的实作、技术等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影片哦 今天Winny要来介绍Face CPI 及其环境安装 这个Face CPI学习系列更会有八级的内容 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是问题都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Winny吧 嗨,各位好 等一下要介绍的是Face CPI这个一系列的开端 那等一下首先要讲的是Face CPI的基础介绍 在我们手指里面 就是Python有很多后端的主流框架 像是功能繁多 然后也是比较厚重的一个框架的Django 跟一个比较轻量级框架的Flesk 相信这两个框架是比较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 那除此之外呢 现在有一个蛮有名的框架叫Face API 它有许多方便的功能 以及许多很不错的特点 那因此等一下要来介绍一下这系列的开始 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Face API的特点 它的特点呢 总共有这些 首先是高性能 那高性能指的是它能与Node.js或者是Go相当 是相当快的Python框架之一 除此之外它能快速的编写代码 它能将功能开发的速度提高大约2成至3成 那除此之外呢 它有更少的错误 它可以减少开发人员约40%的人为错误 那它也更直观 它花费的调试时间其实是更少的 并且它具有简易简短的特性 它简易呢 是由于它易于使用跟学习 所以它可以减少阅读文档的时间 那简短是指它能减少一些代码的重复 它其实官方的文档呢 写得非常的详尽 而且非常的顺序 你看它官方的文档 不会觉得稳粥粥的或者是很复杂 等一下会开启官方的文档给大家看一下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稳定件状指的是 它可以获取用于生产环境的代码 然后具有自动式的交互文档 那它并且具有标准化 是基于Swag和Json模式来开发的 那它基本开发的版本呢 是Python 3.6.7的版本 所以如果是Python 3.6.7以前的版本呢 是不太能用这个Face API的 好 那我们现在介绍完了Face API的特点之后呢 我们要讲一下Face API的安装 那它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在我们的IDE里面 然后PIP install FACE API 我就可以把所有跟Face API相关的装下来 那下面的那个UNICLE呢 也是一个它开启的一个方式 那等一下都会为各位演示一下 并且我们会开始先来写第一支Face API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官方文档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官方文档哦 官方文档这边 它可以换一下语言 那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文档其实是非常的简洁 然后阅读起来也是非常的简便 这里也可以换成中文 那中文这边旁边就有许多的介绍 它也有它的使用指南跟它的教程 那我们可以看它的文档 然后一步一步开始 那这是它的路径参数 很特别 它把它讲的东西都特别帮你画重点起来了 所以我非常的喜欢Face API 这个框架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支我们的Face API 这边我随便创了一个档案 就刚刚所说就是 刚刚的那个PIP装好 然后Face API这个框架 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先 import这个框架 然后先创造这个框架的实例 那这个APP等于Face API呢 这个APP名字你可以随便取 因为其实这只是一个冠性的取名 然后它有get put 其他的http的形式 然后什么post啊 那些都有 这样就是写了我们第一支API 那我写的是 就是随便写一个Hello World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这边呢 在一个input unicorn 就可以直接从这边开启 那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这三行代码呢 其实的话 我们要到我们终端这边 然后输入这个资讯 那输入这个指令 对输入这个指令 然后才能使这个API开启 那我们先来执行一次 那执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到这边 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到 画面上就是我刚写的那一支API的内容 我刚写的是那支API返回这个Message 等于Hello World 然后Face API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交互式文档 那看交互式文档非常的简单 后面打DOCS就好了 我们就进到我们这支Face API里面 那这里呢就可以看得到这支Face API的资讯 那这些名称呢 一些更详尽的一些描述啊什么 就可以后续再来添加 那之后的影片里面呢 也会慢慢的来提到 更深入的带大家了解 什么是Face API 好 那这边呢 就是我刚刚写的这支API的内容 那也没有什么内容 因为我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 所以简单就看一下这个API的交互文档 嗯 那这就是我们第一支Face API的内容 那其实这个Input Unicorn呢 我是习惯写在这里也可以写回这里 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可能比较习惯写在开头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执行 然后并且到我们的Face API的交互文档 后面打DOCS里面 然后就可以给别人使用我们的这个API 那除此之外呢 Face API还有许多方便的功能 也会在后续的系列视频里面 慢慢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 一起认识这个Face API 那今天这个Face API的介绍就 初步介绍就到这边为止 谢谢Winny今天的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Face API的内容 欢迎锁定周四的晚上八点 下班后读书会 那最后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也别忘了在留言处填写回馈表单 我们就下周见啰 拜拜 by bwd6